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最新報159.87點 按週跌1.19% 指數已跌穿160點 創32週新低 重返今年1月時水平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楊明儀指出 整體樓價跌細未止 CCL連跌5週共3.36% 跌幅亦明顯加快 CCL比今年4月168.4點高位 近22週內跌5.07% 今年整體樓價升幅收窄至1.98% 楊明儀續指 本週CCL已跌至低於160點水平 相信在銀行上調身做It按封定息 9月13日啟德第二區2號 及3號住宅用地每呎樓面地價創新低 以及9月14日屯門新盤海和山公布首張價 截實最低赤價創同驅新低的情況下 二手樓價繼續受壓下跌 上述事件對香港樓價的影響 將會在10月上旬公布的CCL 才開始陸續反映 他估計CCL快將到達去年12月156.37點低位 現時僅相差3.5點或2.19% 展望今年第四季CCL目標下試148點 除了蒸發2023年全年樓價升幅外 預料將較去年低位再跌約5% 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領先指數 最新報159.87點 按週跌1.1% 中小型單位報158.48點 按週跌1.24% 中小型單位齊跌5週 分別類跌3.61%及3.58% 兼同創32週新低 重返今年1月時水平 CCL大型單位報166.80點 按週跌0.9% 指數創18週新低 重返今年5月時水平 四區樓價3跌1升 新界西CCL Mass報145.61點 按週跌2.75% 連跌3週共5.02% 九龍CCL Mass報153點 按週跌1.91% 連跌2週共2.44% 新界西及九龍指數分別創36週及33週新低 同樣重返今年1月時水平 新界東CCL Mass報175.07點 按週跌1% 指數創28週新低 重返今年2月時水平 港島CCL Mass報163.49點 按週升1.41% 連跌2週共1.49% 2023年整體樓價升幅逐步收窄 CCL今年累升1.98% CCL Mass升2.28% 中小型單位 升2.42% 大型單位 升0.08% 港島升4 87% 九龍升1.47% 新界東升2.98% 新界西升0.13% 地下 東升3.5% 12.92% 終於